以色列正式对哈马斯宣战之后 最近几天的轰炸行动是更加剧烈 连孩童们都没有办法幸免 无以计数的巴勒斯坦平民受伤影像流出 画面看了真的令人相当的心痛 而这个周末以色列朝350个军事目标发动攻击 成功击杀了两名哈马斯的高阶指挥官 本来铁青有私下援助哈马斯的伊朗 派出外交部长偷偷的跟哈马斯领导人会面 是什么样的目的呢 他们还甚至警告以色列最好赶快取消入侵 不然伊朗不得不干预 如果再加上黎巴嫩叙利亚都参战 我想问一下夏维哥 以色列会不会面临到无限围攻的状况 当然无限围攻我觉得还不至于 但是以色列的日子可能也不会太好过 因为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这几天 以色列其实在整个加萨地区的攻势 是有强烈升级的 怎么讲升级 你可以看到14号 也就礼拜六那天 当时在加萨走廊南部的 这个一个他号称是汉牛尼斯营 然后这个地方呢 以色列对他发动攻击 而且以色列对他发动攻击 你们看到影片上面 他本来是一栋房子 对不对 然后丢了一颗 这个精准导影 也就是卫星定位炸弹下去以后 整个房子就烧起来了 然后其实你说这只是一座军营吗 其实以在加萨附近的情况来讲 他很多这种房子都是军民共处 因为其实加萨本来就是一个 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地区 可能今天123楼对不对 是民宅 然后456楼是这个军营 或者可能刚好颠倒过来 所以以色列攻击的时候 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叫做附带损害 也就是说其实我可能 因为是军跟民都混居在这栋楼之中 像比如你看这栋楼 以色列发动攻击以后 然后楼整个炸了炸垮了 那你说是不是其实 还是有很多一般的民众跟在里面 被击杀 那同样的15号也就是星期天 加萨走廊北部有250个目标 被以色列发动攻击 前一天14号打了100个目标 15号打了250个目标 当然以色列是说 他已经有击杀两个 一个是南部的凯德拉 一个指挥官 北部其他一个叫艾德指挥官 但是他一共发动了350次的攻击 那甚至前几天 光是我们讲到 就是当哈马斯进攻了以色列之后 以色列的反击 就对加萨地区进行了6000次的轰击 6000次的轰击里面 有包含炸弹 有包含炮弹 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上 如果你在国际媒体上看到很多 巴勒斯坦的民众遭攻击遭炸 然后非常严重的这样的损害 不要奇怪那是事实 所以以色列现在在国际上 也开始引发了一些相关的反弹的声音 但你看炸了三下以后 这是三颗GPS精准定位炸弹轰下去 你看三颗炸弹这么一炸 整栋楼都垮了 你想想看还会有多少平民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美国的媒体也说了 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个美国官员指出 以色列这次的攻击一定要慎思熟虑 而且甚至要慎重挑选目标在发动攻击 如果说他把控制加萨走廊的哈马斯铲除 他的意思是说可能要对付 未来的加萨哈马斯2.0 而且加萨这个地方有220万的人 你要对他负责 其实这个意思是怎么意思 什么叫做哈马斯2.0 哈马斯2.0 其实你知道吗 以在这个区域里面来讲 不是只有哈马斯 严格来说 哈马斯已经不算是最凶狠的 这个回教激进组织了 这个境内还有一个 大家一定以前听过叫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 对在这里也有分布 它叫伊斯兰国加萨 那当然伊斯兰国加萨跟哈马斯之间 其实本身之间是水火不容的 他们是属于相互牵制的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以色列现在发狠 把哈马斯全部一举交捐灭了 捐灭了以后 捐灭了以后 那是不是代表就没有力量 能够制衡伊斯兰国了 那这个时候伊斯兰国做大以后 那对不起 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攻击手段 绝对是超过哈马斯 有过之而由不及 所以这个时候 华府的一些官员就提醒以色列 你这个时候如果是用 尖闭亲眼的 把对方彻底打到死的 这种做法的话 那对不起 你后面你可能要面对 更残忍 更残暴 然后甚至要这个手段 更惨烈的这个哈马 那个伊斯兰 那个伊斯兰 那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 不只是美国认为 你攻击要深思熟虑 那据传站在哈马斯那边的伊朗 好像态度也不想藏了 之前说他没有援助哈马斯 但看起来并不是 最近就有路透社拍出 这样的一个影片 是伊朗的外交部长 跟哈马斯的政治局主席 高层会面 讲了什么 大致是说 如果你以色列 不中止攻击的话 我们伊朗就不得不干涉了 会不会导致地区性的战争 变成区域性的大混战 好 这个是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大混战的这个程度 还不至于为什么 第一 首先以色列来讲 现在南边的埃及 跟这个东边的约旦 并不想跟他为敌 然后也就是说 真正要对以色列有所动作 可能去利亚 他的目标是戈兰高地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期间 包含在黎巴顿南部的珍珠党 他其实也是一个民兵组织 并不是能够 真正能够对以色列的 生存造成什么 重大威胁的武装团体 那叙利亚 他的目标是戈兰高地 当然以叙利亚来说 叙利亚已经打了好几年内战 整个国内情况 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纷乱 但是当然在这个地方 也有一些包含回教基因分子等等 就对这个以色列境内 发射一些火箭弹 或者是炮击等等 有点混水摸鱼的味道 也就是说 现在真主党跟叙利亚 并没有真正能够影响 或是真正的像 当时发动音乐节 大突袭的哈马斯民兵 那么般的这样一个强力 那这个时候 其实以色列来说 用一般的监控 或是小规模的反击 其实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他真的 以色列如果面对 这个军事冲突 升高的可能性是什么 如果他现在有十万边境 摆在加萨的边境这一带 如果真的冲进去了 到时候伊朗就可能 会以保护哈马斯兄弟为名 然后出兵 或者说是用包含飞弹等等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因为其实伊朗 有相当多的地对地弹道飞弹 而且伊朗可能还有核资武器 如果说今天伊朗真的动手 那真的后果 就有点不堪设想 好 会不会伊朗真的动手呢 因为毕竟伊朗已经放话 你在乱对加萨总网轰炸 我不得不干涉 包含刚才笑一个讲 叙利亚跟尼巴 能毕竟自己自身难保 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威胁 伊拉克的部分 怎么样来做评估呢 伊拉克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说 他当然在这个区域里面 他也是属于回教的兄弟 但是整体来讲伊拉克在经过 过去美国的占领 跟反恐 他自己本身的反恐 整体来说 他现在比较懂得 去看国际的风向 伊朗跟伊巴顿的政府来说 基本上来说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跟埃及一样 而且其实美国在这个地区 他推动多边的这样一个和解 中国大陆北京也推动了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之间和解 同样美国也在推动 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和解 当然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 哈马斯的攻击 会让这个进程可能会暂停 或是可能有所变化 但是美国他现在在这个区域里面 他也开始布重兵 当然大家想说 美国布重兵 而且摆了两个航空母舰 是不是准备要向这个区域中 某个国家 任何一个不听话的国家开战 因为其实以美国来讲 他如果在这个地方 摆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话 他的打击范围当然很大 其实到这个整个来说 大概到这个区域来说 都是他打击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 但是我个人来看 今天我们前面刚刚已经讲到 既然伊拉克 黎巴嫩跟约旦等等 都不太可能跟以色列为敌 那最唯一的可能就是伊朗 那当然从美国角度来讲 所以这两个航空母舰的目标 并不是这个几个邻近的国家 而是伊朗 比较远的伊朗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今天 你真的以色列万一 真的杀进这个加萨 然后导致就是说 当然你说叙利亚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可能在浑水摸鱼的 这个程度升高 有 所以我觉得 以他先进到 派到这边的福特号 跟后来进来的 这个艾森豪号 的确有监控叙利亚的味道 但如果就是说 真正对 那个以色列来讲 会构成严重威胁挑战 其实还是伊朗 因为我们讲 伊朗有短程地对地飞弹 短中程的地对地飞弹 射过来 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 如果今天美国 让以色列去对 那个伊朗进行报复的话 那麻烦其实就大了 如果说今天一旦伊朗被打 那这些回教国家 即便说政府本身不愿意出手 那他们的国内这个情势 可能也会开始沸腾 所以对美国来说 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了 伊朗打了以色列 那美国也绝对 不能让以色列动手反击 而一定要由美国来 对伊朗进行制裁 要不然的话 以色列一旦动手 那我跟你说 在中东原先 推动的和平进程 跟现有的 那个即便暂停的 这个和平进程 都会变成 这个非常难料 好 那现在看到 两个航空母舰 舰指的目标 是赫阻伊朗 但是空中的战力 其实不只是美国 包含了英国等等 也开始对以色列伸出援手 可是我就担心 会不会让整个 大家对于以色列 这样轰炸攻击 已经很反感了 现在这样的 这个空中的火力支援 反而是雪上加霜 好 其实这些火力支援 包含美国 在原本驻扎在英国 这个Laykenhouse基地的 F-15战机 他们基本上来说 是进驻到这附近 比如说进驻到 像包括阿联等等的 或巴林的基地 像A-10也是 A-10因为它本身 是号称叫做油株 它这个油株的 来源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看 它第一 飞机长得其实很丑 但是它其实 对地攻击的能力很强 它这个前面 有一个30公里的 这个多管机炮 那个机炮 它那个 7根炮管 加起来那个 那个比我脸还大 一个圆圈圈 比我脸还大 然后它可以 又攜带1000枚左右的 这个对地用的 这样一个坦克的炮弹 所以它从空中 对地的攻击能力 又非常强 再加上你看 A-10这个飞机 它的挂架非常多 它一架飞机 可以挂满了 各种的空对地的弹药 所以它是号称 战车杀手 坦克杀手 也是美国空军 对地面压制的一款 非常重要的这个战机 那这个战机 它进驻到 这个地方来说 就是好 如果你今天 伊朗真的敢 轻举妄动 我就用这种 A-10攻击机 对你可能的 包含地对地 弹道飞弹的基地 或是一些 那个包含你的革命卫队 在这个海边的一些 驻守的据点等等 进行空中火力压制 那同样的F-15E 打击战机本身也是 它是具备 空对地的这个 精准导引攻击能力 包含使用这个 雷射导引炸弹 或是GPS定位炸弹等等 从空中去压制到 这个地面的这个部队 那这个时候 如果地面部队 想要轻举妄动 或说伊朗要轻举妄动的话 对美国来讲 这种具备空对地压制 打击能力的这种飞机 或是成为美国用来猎杀 伊朗的这些飞弹发射器